本地政坛大地震 让选民们见识到政坛间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了 议员们退党跳槽换便闹分裂 其实在大马争执 这些都是常态来的 而且几乎所有的分裂 都是从这个大源头开始的 1954年的时候 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联盟 可是独立不久之后 马华当时候的总会长 林昌佑 就因为跟东国阿都拉曼一次谈判中闹不合 就退出了马华 开创了民政党 那么在1987年的时候 时任首相马哈迪 跟他的副首相木杀西弹骄恶 巫统也闹大分裂 分成了A team跟B team A team就是由敦马所领导 B team就是孤里所领军的 最后是由敦马的A team胜出了 然后他就把所有B team通通割除了 导致孤里在1989年的时候 成立了四六金神党 果然在1998年的时候 安华跟敦马的关系宣告破裂 安华也在1999年的时候 带领着他在巫统的支持者 另起炉灶成立了公正党 2008年的时候 我国政坛大吹反风 国阵失去了半壁江山 因为跟阿杜拉和纳吉娇恶原本就已经卸任的 敦马又重返政坛 并且在2015年的时候 另外组了土团党 同时伊党内部也因为伊斯兰行事法分裂成两大派 分别是开明派跟保守派 但因为后来开明派被踢出了领导城 所以他们之后也成立了承信党 那分裂出来的这些政党呢 像是承信党啦 公正党啦 土团党再加上行动党 他们之后呢 组成了希望联盟 然后扳倒了国阵成为了政府 但谁也没有想到 西蒙执政不到两年 公正党跟土团党竟然内部也要分裂了 像是公正党的话 就分成了安民派系 而土团党呢 也分成了木马派系 而木尤丁跟安兹敏呢 后来跟国阵还有伊党 包括沙巴沙拉越的这个政党呢 组成了今天的国民联盟了 三国演义第一回合就说了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 合久必分 这是政治权斗中必然的定律